我刚才分析就是说 纳吉的判决在巫统内部 已经是一丝激起千层浪 掀起了这个滔天巨浪 首先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 巫统内部法庭班跟官制派 两个已经内斗是百日化 所以刚才我分析就是说 今天下午六点 巫统最高理事 Guard Zakassi已经开了第一枪 要求巫统撤换 这个Ismail Sabri 不再让他成为 来借全国大选的海豹男孩 有就是领军人物 Postor Boy 他们认为Ismail Sabri 太过软弱 无能 Lambic这是他用的字眼 所以这一点当然 官制派也会见招拆招 我的分析就是说 巫统内部基本上 刚才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法庭方如此的 多多逼人 主要就是一句话说 兔死湖碑 今天纳吉被判坐牢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下一个是轮到谁呢 当然就是轮到了巫统 目前官司长生 面对四十七项 控撞的巫统主席 阿曼扎黑 阿曼扎黑本身的 这个法庭案件 已经达到了 走到了表面罪名成立的阶段 现在是属于质变 所以如果一旦法庭 也宣判他罪名 他的这个时间 就不站在他那边 因为罪名成立以后 他不但失去了领导 国政和巫统的道德诚心 也在法律上失去了 担任这个社团 政党领导人的资格 所以在这一方面 就变成了时间 站在首相 Ismail Sabri 他本身 都可以做到借买 到明年的七月 不管你们怎样的 多多逼人 Ismail Sabri 始终可以耍太极 用他这个 四两破千金的策略 官司派 就好像 一拳打到沙包上 完全没有反应 而首相本身的话语 现在也是语言不详 所提出的 在面对巫统 党内部 一直要求他解散国会 他始终就是 顾左右而言他 今天就说 要等妇女组的报告 第二天就说 除非国政稳赢三分二 不然不会解散国会 第三 他不敢解散国会 因为他害怕 来接大选出现 Hung Ballyman 限制国会 他没有信心可以赢 所以 第四 他又提出说 因为现在国政丑闻太多了 这个物价高涨 人民水深火热 绝对不适合举行大选 总之 就是千拖万拖 都没有要解散国会的意愿 这个我们相信是非常明显 所以当一方面再拖 法庭帮为了避免身陷牢狱之灾 肯定的两派之间的内斗 会走向更加激烈的这一个方向 这一点 大家是拭目以待 下回分界 我完全是以客观的角度来分析 就是一切以事实 一切以这个证据来判断的话 目前法庭已经证明了 他表面罪名成立 除非他能够提出合理的疑点 那么才能够摆脱这个控状 可是看起来机会渺茫 所以他目前还在审讯 我当然就不评断 但是从这个经验上来看 的确他也是面对重重的障碍 所以一旦大家看得到 就是说以时间表来看 他本身也的确学到 纳吉乎这个拖字去 因为原本昨天的之前 他的这个案件 他原本只打算传召26个证人 可是纳吉一被判坐牢以后 他即刻向法庭申请 他现在要传召40个证人 那么这个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你传召越多证人 就是打算把案件拖 能拖越久就越好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明白 马来人有一句话说 那么是不是拖 我不知道 大家自己去评估 但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 一个一个在排队 那么最关键就是说 他务统内部 很多都是投机派 一旦呢 他们发现到 阿玛·札黑已经 没有办法领导 没有办法给他们好处 务统里面的骑墙派 就会找新的共主 那么共主会是谁 会不会是 人手这间堆 大家都知道这有可能 因为他是现在目前最有资源的 务统里面是很需要这些资源 因为在务统党内的文化里面 坚守立场 有原则 有立场 有理念的人 已经是凤毛领奖 买少见少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能不能够呢 真的 这个两派之间 你死我活 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的 慢慢的去研究和等待 他们的下一回的出招 那么这个是肯定的 阿玛·札黑想要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但是看起来 首相Ismail Sabiri 是不吃这一套 这个分析呢 已经大概 然后整个 其实倒就点出来 巫统的这一个党内的文化 基本上呢 有一句话叫 速倒无声散 那么今天那就已经坐牢了 其他那些呢 选边站的 巫统领袖很多都是没有立场 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 基本上呢 就是西瓜靠大边 那么目前为止 他们还不知道 大一边的西瓜比较大 又不敢贸贸然 如果把这个头伸出来 去挺纳吉 到时候纳吉方声无望 喊于放兜山的时候 他们也被纳吉拖下属 但是呢 另一方面 他们又担心 纳吉万一有一天 又在东山再起 这些现在没有出来表态的 可能又被原划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 他们基本上是左右为难 骑虎难下 很明显这种态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巫统里面的领袖呢 说白了 为了明则保身 所以就派了一些漏罗 小漏罗 就是说路人甲 路人义出来 造势去皇宫啊 做个表面功夫 一些戏码也要演来给人家看 可是这种情况有时候啊 也会弄巧反错 就打个比方 因为今天那三百个 三百个去要求 援手宽设的巫统马仔 即刻引起了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 现在我们这个百格大家讲节目开始之前 网上连这个Berset竞选门发动的联署 要求援手不可宽恕纳吉的这个签名 人数已经突破了四万多人 所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 就有四五万人连署 如果再有更多的人 我相信这也将是一股很强大的民意 要看到公民得以伸张 因为这个法令呢 一般上不宽设是正常 宽设叫非比寻常 换句话说 如果要宽设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extraordinary的case pardon board才会 劝告援手来宽设 那么主谓的案情有特别的情况 因为为了尊重整个司法系统 每一个司法案件 它都要有finality 不能够无休无止的 不断的去进行 所以如今经过高等法庭 上述庭再到联邦法院 股师会审 而且八个法官是迎面倒的认为纳迪有罪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看的话 当这个宽设局开会 要去劝告援手的时候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因为一旦列出这危险的先例 以后啊 每个人都觉得说放心了 反正杀人都不用死刑 贩毒也不用死刑 只要买通宽设局就可以被宽设 那么整个国家的法治就会陷入更大的危机 所以我刚才一早就提出说 不宽设是正常 如果宽设那才是非比寻常 所以你要达到这个门槛 就好像 那你现在要提出的这个司法审核 门槛非常的高 不是这么简单 而且也是必须先 这个去执行他的这个刑期一段时间过后 才会进行 那么当然我现在我觉得说 刚才我也有跟大家分析的就是 纳迪的问题他本身 跟一般罪案不一样 就是他不是一宗案件 他现在还有三宗在排队等他 难道原首要宽设他几次 如果他誓罪启发 百发百中 全部都判有罪 难道最高原首要宽设他四次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 不要向外界传达错误的讯息 以为说纳迪这本身这样 大家要了解到 马来西亚始终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原首作为国家法治最高的象征 他也必须要维护 皇室的尊严和权威 不是这样容易 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去宽设 而且目前的纳迪和原首之间的微妙一点关系 就是他们怎样来说 应该还是有一点远亲的关系 在这方面就变成了瓜田里下 他如果是亲戚 可能就有了利益冲突 会不会这也是其中一个考量 我们不知道 这一点还是等纳迪先提出 他还有14天 14天如果他不提出 要求元首宽设 那么这个课题基本上并不存在 注意几点事实 第一 Ismail Sabri是巫统历史上 第一个不是党主席的首相 因此他现在如今是腹背受敌 骑虎难下 而目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是 巫统主席官司长生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分析 博士也有提到的就是 我时间不在阿曼·杰亦那边 时间在Ismail Sabri 大家想想看 如果阿曼·杰亦去坐牢 谁是最大的得益者 当然就是他党内第二和第三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目前只是一个区区州议员 就是做马哈善 很难 他没有办法通过做巫统主席 然后直接做首相 他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只是一个州议员 你必须是国会议员才可以做首相 所以肯定的 最大的得益方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最大的得益者就是Ismail Sabri 所以如果大家从他的背后 他的自然团会教他的做法 就是采取一个字 拖 拖到什么时候 拖到阿曼·杰亦去坐牢 或者拖到阿曼·杰亦去罪名成立 一旦罪名成立 巫统内部就肯定会重新洗牌 一旦重新洗牌 谁最有机会成为党主席 肯定的 虽然他目前 Sabri是党内第三号人物 阿曼·杰亦一坐牢 他就自动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 可是他的前面的马哈山 又没有办法做首相 因为他目前只是轮到的州议员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 会这个名正言顺 那么大家想想 Ismail Sabri穷其一生 好不容易人手之根着肩堆 不知道祖宗记什么德 能够有这么好的运气 能够突然间 他自己都讲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成为首相 他现在成为了首相 屁股还没有坐暖 你说他要下来吗 他肯定的 他会拖 所以很多人说 巫统怎么样去逼宫 我觉得我从他 我对首相Ismail Sabri的了解 就是四个字 老神在在 因为解散国会 就是首相的特权 这个不是党主席的特权 首相不解散 党主席敲锣打鼓 Ismail Sabri只需要做一件事 装聋作哑 就好了吗 那么拖到你去坐牢以后 他就名正言顺 到时候 他才以党主席的身份 因为大家要了解巫统的文化 巫统呢 到最后 是必须由党主席来签署委任状 Ismail Sabri是想要做党主席 这样他才可以再来借全国大选 布局把他的这一个 支持他的人 来帮着候选人 那么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 来届大选是由Zahid签署委任状 所有的国座议席候选人 必须经过Zahid来签这个委任状 因为委任全部是委任 Zahid的亲信 到头来 即使啊 说白了 扫币里做了首相 他将会成为 继续成为 波脚压 首相 因为 四边八方 都是Zahid的亲信 他肯定没有 好日子可以过 所以大家以这样 我相信这样一分析 要听都公筛了 大家都听得很明白 他的这种情况 据事 非常清楚 现在西盟呢 要推出的另外一个改革 就是要求 除了限定首相任期 不超过两任或者十年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向美国 台湾学习 We want a fixed term parliament 也就是说 比如 国会一解散 下一次国会的选举之期 就已经 宪报公布 已经定了 就可以免掉 我们这六十年来 每次呢 每逢全国大选将近 大家都在表演 吴宗宪的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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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猜 甚至于有人呢 猜这个大选这期 跑去买万字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不健康 不民主的做法 也让呢 这个执政党呢 有这个空间 去玩弄名誉 与鼓掌之间 你看人家美国总统选举 总之四年一到 你喜不喜欢 11月9号投票 台湾总统选举 也是一样 不管你是蔡英文 还是马英九 总之时间到 直接解散投票 马来西亚呢 应该要走向这个方向 就是说 每这五年任期 借满钱的 最后两个月 国会就自动解散 他只是到五年坐满 解散 直播还政于民 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 马来西亚必须 真切考虑的 制度改革 Ismail Sabri 我对他的一点的期望 就是说 他们大家都认为说 他本身的确格局很狭窄 本身的这个治国能力有限 你看他甚至于英文的造诣 都让人家不敢恭维 所以他去国际场合 没有信心 也不敢用国际语言发言 这的确是对国家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管你怎么说都好 马来西亚过去 能够成为东南亚的 排名第二的外资的热点 从而主要就是因为 马来西亚的英语掌控能力 只次于新加坡 新加坡以后就是马来西亚 现在你自费武功 抬不上台面 他这个是他个人本身的格局 非常的小 能力有限 但是在这一方面来说 他又有他这个契机 他可能成为全国国家史上 最弱势的首相 就好像当年印尼 哈比比总统一样 他那时候任期虽短 可是哈比比总统 当时却在印尼里面 落实了许多项的改革 我如果有机会 我觉得 伊斯麦·萨比利 应该以哈比比自居 他可能任期很短 但是他可能也可以成为马来西亚 历史上的一个奇葩 虽然能力有限 但是却是落实多项改革的 这个首相 将来历史概观论定 可能他还有一席之地 这可能是他必须考虑的政治遗产 所以你看看最短短里面 可能也是形势比人强了 而且说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个有心在花 花不发 他就是无心插柳 所以你看他 又通过了反跳槽法案 现在又要通过政治现金法 如果也能够落实首相任期 然后又通过国会服务法令等等等 算起来 虽然他本身个人能力有限 可是就是这样阴差阳错之下 他反而在国家的将来的历史定位方面 会留下了一个不错的这个评断 因为这一切都可以给他收割 历史改革的果实 都由伊斯麦索比里来这个收割 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小看 有可能出现的这个剧面 从那季那个陆域呢 从民间各方方面面收集到的 这个回归和反应 第一肯定的 他对整个西盟的 希望联盟的士气 这个肯定的有帮助 提振士气有帮助 第二他也重新可以带动 从然选民要改革的这激情 房间一般上都会觉得说 509那一票是得了 如果没有509那一票 没有回家投票 看官已经逃掉 就是因为回家投票 看官逃不掉 要带来改变 就必须从选票开始 所以呢这一点呢 在这一方面来说 的确对整个西盟的这个 基本盘呢 都有这个帮助 但是我们不会过于乐观 因为呢关键你还是要 必须把这种反贪 畅连改朝换代 告别腐败的这重大讯息 传达的去到乡村的每个角落 尤其是保守的马来干部 那是很关键的一点 但是对于整个西盟的 基本盘来说 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振奋 这个激动人心 看到了他们当时 飘洋过海 爬山涩海去投的那一票 有看到一个耕耘出来的果实 这一点是必须要将来历史也会肯定的 但是就是单单靠那级坐牢 就西盟就会重新回朝 那个肯定 我们没有这么天真 他就好像刚才胡博士所说的 西盟必须要重整旗鼓的话 也必须要紧锣密鼓 给重燃人民的希望 排出一个让人民可以幸福的 这一个阵容 提出良好的施政政策 同时西盟本身执政的三个州 也能够展现亮眼的政绩 这样来看就整个方方面面 就有更好的这个事实来说服 关键啊 关键就是所有的民调显示 目前还有32到45% 是属于这个游离选民 游离选民是可以被说服的 所以这是西盟必须努力的方向 对于那些深蓝选民 就是坚定相信 就包括那几个去法庭支持 纳吉的那些 那个你跟他讲到什么时候 从清朝讲到21世纪 他都不可能改变 那些你就不需要浪费时间 但是对于那35到42%的游离选民 肯定的是我们必须中间选民 我们用的是中间选民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说服的方向 以其最重要让他们重燃 2018改朝换代的热情 我始终相信如果来自大选 投票率能够推高到像三届大选一样 改朝换代绝对不是梦 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之前人家也是说 509你们要推翻国阵 那是天方夜谭 没有可能的事情 可是话不可能为可能 就是政治的魅力所在 很多人在看扁西盟不可能执政的时候 不要忘记 它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自强不息 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了 纳吉坐牢不是一件大家自得庆祝的事情 它应该是成为一个教训 一个警惕 警惕所有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 不要汤葬忘法 不要玩弄法律 不要以身司法 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不会超越法律 而这一点 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未来之路 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国家 一旦失去了法治 我时常强调 司法就是我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司法崩溃 司法被法官可以被收买 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没有天理 没有王道的国家 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度 正义的碰权 是从司法宫所发出来的 所以昨天的判决 为什么会这么振奋人心 是因为过去 大家都认为马来西亚的司法 很难去伸张公义 但是这一点方面 我们刚才叫福博士提出的 那是因为现在的政府弱势 我更关心的是国家未来长远制度的改革 我时常演讲的时候强调 领袖可来可去 制度永远存在 马来西亚还是需要的是更加健全完整的制度 也就是将来 不管是西蒙国阵 谁自政都好 你都必须遵守法律 必须遵从法治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共同都必须要 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努力的方向 遵从法治 你以我有责 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勉之的一个道理 目前是在野 在野呢 必须让大家知道的就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我们的这一个目前的责任就是 建渡与制衡当权者 provide check and balances 而这是一个健全民主之下 反对党可以叛演的一个很大的功能 而我们目前也的确在做着这些事情 LCS这一个海军的滨海战舰 肯定的是一个惊天骇术的大丑闻 目前的内容是一单比一单的劲爆 昨天Rafisi已经爆出来 这几面就涉及了当今首相首部长Abdul Latif 和他的妻子中保思南 如何成立这个空客公司 然后把两亿的这个工款转到外国去 然后是进行不存在的工程 Pantom companies 这一点目前已经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这是不是真正LCS 滨海战舰背后的大百杀 我时常强调不要只抓小江鱼 背后真正的大百杀 这90亿的工程是谁 在没有公开招标之下所批准的 里面三个国防部长 Zahid Najib Shishamuddin 三个基本上都有责任 所以那么情况内容怎么样 我卖个关子 留待下回分解 让我们会继续的把所有收到的资料 经过详细的查证之后 开诚布公 为替人民讨回公道 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应该支持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的军购丑闻 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已经是国际知名的 之前大家还记得吗 战斗机的这个引擎会不见 买的这个60亿的潜水艇不会潜水的 跟美国订的自身机 买到现在钱给了 自身机银子都没有看到 现在又来了一单海军战舰 家家买买都是算百亿的 这一个军购丑闻 所以国家不是没有钱 是钱都给人家偷玩 所以人民为什么这么辛苦 就是因为当权者 不断的自首则天 无法无天 才造成今天马来西亚 这个国在长生 或延后代再留子孙的这个局面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 所有的公民社会组织 所谓媒体工作者 判野第四权的这一个责任 大家一起来坚守本位 好好的去见度制衡 确保这些中保私难的贪官污吏 都应该面对法律的制裁 我做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随着纳吉坐牢 我真心的盼望 能够这个社会能够 破乱反正 把礼义廉耻 带回我们的国家 礼义廉耻 乃国之四为 四为不章 国乃灭亡 我们今天看到 那吉的吉的吉是这一个 所谓的Boss School 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感到光荣 或者是庆幸的 它其实是一个阴暗黑暗的社会乱想 它的口号就是 马路阿爸Boss School 偷钱不用紧 贪污没问题 腐败也干得好 如果大家想 这种的歪理 把它这个价值观 灌输到我们的下一代 匪个贪官的都觉得 赤钱无罪 贪污有理 你想想看 扪心自问 请问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 所以我希望 随着纳吉的这个判决 他帮身边的那些胡群狗党 也能够扪心自问 如果真的要竞争 也应该是以比拼政策 比拼治国方针 而不是 这一个颠倒是非黑白 灌输我们社会 斜风歪缩 这其实才是最大的罪恶 所以我希望 那去坐牢以后 他自己本身在面对 在家影监狱 面壁思过 能够好好的面壁思过 好好的反省 希望他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将来如果有再朝一之出来的时候 也能够深切的忏悔 我想打个经典的就是 当年德国屠杀 这个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的这一个犹太人 你看日本跟这个德国 日本在南京大屠杀 到今天还去参拜靖国神社 毫无反省 忏悔之心 德国不一样 德国的铁血宰相 曾经在犹太人的公墓前 下跪 认错 忏悔 德国政府还提出了一些对犹太人优待的政策 来弥补他们先辈的罪孽和罪过 两者相比 所以我希望纳吉本身 能这一次被判坐牢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马鲁阿爸的 Boss School的歪风 一拼的带去 盖棺论定 不要再出来荼度下一代 不要再来残害马来西亚的老百姓 一旦这些歪风学说 成为一股风气 这个已经是国家的悲哀 更加是这个苍生 天下苍生的悲剧 所以就这几句话 作为今天晚上百合大家讲的这个总结 跟大家共勉之 愿浩然正气 如江河滚滚 让公义如大水淘淘 这也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句话 给大家共勉之 谢谢大家